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将在中国举行 日前苏州赛区昆山市专业足球场设计方案出炉 昆山市专业足球场的设计方案 以江南文化的象征折扇为核心理念 兴赢和现代的雾面三弦行架 以及强有力的混凝土双强体系 构成整个体系中的扇骨 其间全张拉柔性锁摸体系 形成了洁白的扇面 立面上犹如扇骨的折叠形态 平面上则如一幅扇面长轮幅状徐续展开 景观设计以黎音大道的形式向四方辐射 发展成为以朝阳为概念的景观语言 第一肯定要满洲亚洲杯的一个比赛需求 第二个一定要考虑我们整个苏州 苏州的一个江南特色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方案 也是相对比较比较完美的一个方案 昆山市专业足球场 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大道 总建筑面积约13.5万平方米 包含一座专业足球场和四片训练场 座席容量约为4.5万个 项目预计2022年6月主体接口封银 2022年12月竣工验收 中文字幕提供